你吃任何东西的时候 你的胰腺就要分泌东西 但是这个地方是非常形象的一个东西 你看哈 我们觉得说我们很喜欢吃咖啡 我们很喜欢吃甜的东西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的身体的话 它有一个就是那个 这个胰腺的这个部分 但每次吃东西以后呢 特别甜的它会平衡我们的血糖 但是的话 它要是吃这种多的东西 它每次要分泌这么多东西 来帮助我们的身体去平衡 它长期这样去吃了以后 就会造成一档树结架 就是说就会有糖尿病啊 各种食物的食物 它就不会分泌那么多了 因为它累了 它开了 就是说 你去search it 去知道 你就能知道了 我不吃糖尿病 它这上面其实是讲究很多的道理 我们如果说吃了好的食品的话 健康的食品 它就分泌一点点 它就没那么累 因为这个胰腺它工作时间也会长时间吃 你这个时候吃 中午的话吃披萨又吃又分泌这么多 它日后一日年不运营 它就分泌很多了 很多以后的话 它时间它就学累了 它每天得不到休息 然后呢 你才会说造成各种各样的疾病 一先造成疾病 就可以造成这些疾病 一疾病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如果说懂这个过程的话 你就会发现选择好的食品 那么它对一切的持续 它不那么大 它不一定会在一起 它就会在一起 它就会在一起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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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面 出面